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大師兄牛肉麵館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滿有名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大師兄 頂級安格斯牛排麵 非吃不可 五星級 還有日文的說明 史嘉留香 非吃不可 感覺是一個滿特別的店 菜單就拍一下 那個價錢都非常的台北市價格 好那這邊還有這個 乳味的部分 好那剛剛老闆娘推薦說是這個 頂級安格斯牛排麵 好那我就點這個 那還有分大小碗嗎 好那就小碗好了 來謝謝 好那店內感覺滿特別的 好到處都寫滿了這個 頂級安格斯牛排 就看來只能吃這種 鮮嫩多汁 回味無窮 非吃不可 好就這個 非常多的名人的照片 喔厲害了喔 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名人 感覺是滿厲害的喔 日本的明星喔 日本的明星喔 好那我就點一份乳味 謝謝 好那現在老闆出現了 果然是個型男帥哥 刀工很厲害喔 好老闆想請問一下這家牛肉麵店開多久了 請問這家店已經開多久了 好沒關係 好老闆專心的做事 好靜音 好啊 好正常 好 好 好 盜風真的很棒耶 好,總之店裡就有非常多這個迷人的照片 好,那這個頂級牛排麵就好了 好,現在就試試看 你看 裡面還有這個蒜苗 好,剛剛老闆娘跟我聊說這個 覺得最近的牛肉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好,現在吃吃看 其實現在這邊就可以聞到牛肉的味道很香 嗯 它是 算是 算是 用燙的 燙熟 讚喔 嗯,很好吃喔 嫩嫩的嫩嫩的 完全就是吃這個牛肉本身的品質 蠻鮮甜的喔 嗯,好吃 嗯,蠻實在的阿 好,那湯底感覺上就是蔬菜跟牛骨的湯頭的結合 然後有它自己本身的風味 好,那桌上有這個辣椒跟酸菜自己加 好,現在再吃吃看 好,現在再吃吃看 其實老闆娘蠻熱情的阿 只是 對鏡頭比較害羞 哈哈哈哈 好,那就加了這個辣椒跟酸菜再吃吃看 嗯 酸菜的味道好吃 好,可以算是這個台北市的名店阿 好,這個牛肉蠻嫩的阿 不錯 如果喜歡嫩的朋友 你可能可以要求再嫩一點 嗯嗯嗯 好,算是有這個自己特色的牛肉麵 好,算是有這個自己特色的牛肉麵 我覺得蠻好吃的阿 嗯,好吃 它這個辣椒有點類似那種油破辣子 嗯嗯 好,吃起來蠻過癮的阿 然後 可是畫面上可能比較看不到 因為它都是一片一片的 嗯,好吃 然後它這個牛肉肉片的味道 油脂的香氣非常的豐富阿 嗯,很好吃 有點像那種奶油的香氣 嗯,那牛肉味道確實蠻不錯阿 嗯,怎麼可以吃到這個好吃 還蠻 Earl的な 510萬 alternate 青菜 五11 elbows 問問我們,很難兌 reside nej 我們以前說你們要是牛肉糟麵 還是麻將麵 在下所以你的牛肉糟麵 就是牛肉糟麵 然後麻將麵 就是牛肉糟麵 今天要做什麼 只有雞把 cev 你 Vanderaire 其實老闆娘蠻熱情的,她只是怕鏡頭 嗯嗯嗯 好吃啊 嫩嫩的嫩嫩的 她有著傳統的風味,可是也有這個創新的感覺 就是,算是牛肉片比較是 算是這個傳統的湯頭,然後配上蒜牛肉片 因為一般都是牛肉塊 好,那好吃啦 嗯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可以是滿分啦 有自己的風格的牛肉麵 嗯,好吃 嗯 讚喔 好,那再來吃吃看這個滷味啊 好,那這個是牛腸 噢,它這個牛腸很香 噢,香噴噴香噴噴的,滷得很入味 噢,滷味的部分很強喔 嗯嗯嗯 好吃 好,再來吃這個肥脂脂的豬頭皮 壓皮啊 嗯嗯 脂脂的呢 真是牛腸 我老闆刀工不錯,切得很薄 嗯嗯嗯 好,滷味很好吃,滷味就是 感覺像是外賢式的口味 好,蒜店的客人感覺不太多,但是口味還蠻精具的 豆干也很香 好,但是價錢就是台北市的價錢 就這樣子,因為最近牛肉長很多 喔,海帶很好吃耶 海帶感覺是那種天然的海帶 就是不會死硬的那種 好像我媽之前買這個海帶 說很好吃海帶都是日本的 感覺上就感覺了 不錯喔 好,這排面最好吃的就是牛腸跟海帶 好吃 好,那剛剛老闆娘講說她也蠻常看我的影片的 就謝謝這個店家的支持 謝謝 好,那這麼多名人喜歡光顧一定是有她的原因啦 各位朋友可以來吃吃看 雖然老實說價錢是高了點 但是口味真的都是蠻不錯的 好,上次有人有粉絲講說這個 我在影片講說價錢高跟低 覺得會影響心情 但是問題是 價錢就是有標書來 好啦,就是我個人的感受而已啦 不代表全部人的意見 就是台北市的價錢 這樣子大概200多 然後 乳味這樣子的價錢 就應該算是正常了 但是口味好吃就可以了 好,那我就先做一個初步的判斷 然後給各位朋友來參考 這真的是很好吃喔 尤其是這個海帶 香香香的香香的,然後不會死硬 所以這個加上老闆娘就很親切嘛 就還是給滿分啦 哈哈 好,讚喔 好,那這是別做客人的 謝謝您的 好,那這個是120塊的滷味 也蠻大盤的啊 謝謝 感覺這個老闆相當有的品味啊 那就是店裡有很多這個看不懂的字畫 藝術總是讓人不懂 還有這個落款 好,那相當有自己個性跟氣氛的店 我覺得相當的不錯喔 好,不錯喔 好,那菜單 再看一遍啦 不要說看不到啦 朋友啊 這樣夠清楚了吧 好,就台北市價格 好吃,美味 這樣就重要了 OK 好,那個人覺得蠻不錯的 是蠻有自己個性的牛肉麵店 口味是蠻不錯 喔,剛剛這個是名人啦 大師兄台灣的女兒 局地河南先生特別報導 蠻不錯的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掰掰